而以光丰地区农会杂粮集团产区的国产生产履历大豆为原料 加工开创的新品咸猪肉大豆可乐果 结合了阿美族传统美食咸猪肉的风味 开发花莲限定版的咸猪肉大豆风味可乐果 不仅是有黄豆酥脆的口感 新香植物带来咸猪肉的咸香风味 今天记者会上一推出是立刻掳获了消费者的嘴 越吃是越爱 花莲限定版的咸猪肉大豆可乐果黄色包装相当抢眼 今天上午记者会才刚烧汤汤上市 游客民众不仅争相拍照 更是一口接一口的尝鲜 而且不会腻 会想要一直拿来吃 这跟豌豆酥比起来 那豌豆酥吗 没有那么硬 这比较香 这吃起来比较香 松松脆脆的 农粮鼠冬区分鼠 光丰地区农会与国内知名食品大厂联华食品签署合作备忘录 以在地友善生产的大豆为原料研发制作 黄豆的酥脆口感再搭配由辛香植物所带出咸猪肉的咸香风味 让人使辣甲辣耍脆 也成功征服部落族人与在地农民的嘴 好吃吗 好吃啊 什么比那个喜乐还好吃啊 比我们原住民的喜乐更好吃 感觉怎么样 口味也好 那个喜乐的味道有没有 有 还有没有黄豆的味道 有 喜欢吃 喜欢 光丰地区农会在农粮署东区分鼠的协助下 开启和莲花食品的合作 研发花莲限定版的 鲜猪肉大豆可乐果 立刻受到消费大众的喜爱 真香购买品尝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感谢上级单位以及各界的支持协助 针对花莲限定的可乐果也推出购买优惠 目前我们这个可乐果新品推出 也希望每一个人能支持我们在地的小农 支持我们在地的大豆 所以这一次我们新品上市 所以这一次针对单买一箱 我们原价是450 新品上市 目前我们的价格是一箱是350 如果你是尝鲜 买三包的话三包是100块 花莲线目前大豆栽种面积总共有400多公顷 光丰地区一二期栽种面积就占200公顷 为地方重要的农产之一 这一次光丰地区农会和莲花食品 以在地生产履历认证的大豆为原料 融合阿美族饮食文化 研发上市花莲限定的 咸猪肉大豆可乐果休闲食品 增加农民收益 也让大豆农产多元发展 记得是越南光复承访报道